香港传出疑似手力和疫苗有关的死亡案件 根据港媒东网的报道 一名63岁患有慢性病的长者 在2月26号接种了科兴疫苗之后 隔天因为严重的不适送医 住院不久后休克 在28号凌晨去世 另外日本也有一名60多岁的妇人 在上个月26号接种辉瑞疫苗之后 昨天因为出血性的中风去世 是日本首舰打疫苗之后死亡的案例